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万一我等一下哭的话 请你们忍受一下 因为我昨天在看这部 那个转型正义 会所分享的资料跟纪录片的时候 我真的大哭了好几次 所以万一我等一下讲到一半 就是忍不住错气 或者是有一些反应的话 激动 然后大家就忍耐一下 好 那就是如同片名所讲的 五宝中 五是那个退伍的五 然后宝是保护的宝 宗是忠孝仁爱的宗 那这一位五宝中 他就是 在导演跟 转型正义委员会 他们在过滤十几万笔的资料之后 然后所找到的原住民 有七十位在白色恐怖时期 遭受到不明的冤屈跟杀害 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各种不人道的方式 然后侵害人权的东西的其中一位 然后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白色恐怖 通常都比较少去提到原住民的部分 那这位五宗宝先生呢 他是布农族 然后是1909年出生 那他死亡的时候是1905年 所以他才活了44岁左右 然后他以前是南投时候 这个东浦部落的布农族警察 所以应该也是在日治时期 就已经担任相关的工作吧 我猜 然后他也是这个六章里 这个不义移植 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公园了 就是这个乱杖纲当中 就是少数的原住民受害者之一 然后他在1952年担任警察的时候 被怀疑参与这个叛乱组织 然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后来就是他在积压期间 不久就好像罹患这个肺癌 然后就在治疗 然后这一次的基督片的主角 就是那个普棍 普棍就是吴宗宝的第二个儿子 叫武金山 汉名叫武金山 然后他的族名叫普棍 然后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其实普棍身上一直有一张照片 就是父亲跟母亲还有那时候当时还年幼的这个大哥 他们三个人就是合照的照片 然后父亲去世的时候 其实普棍大概就还可能不到一岁或是一岁多这样子 所以等于普棍从小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然后他在基督片里面有讲到说他的大哥 就是有一次在跟他讲话当中就是摸着他的头 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的爸爸叫武宝宗这样子 然后过没多久就自杀死掉 所以如果我们用最后面整个基督片的结局就是 把普棍找了67年的父亲的遗骨挖出来 在乱战缸挖出来 然后牵杖 然后一直带回自己的族里面的整个过程 你可以讲说国民党其实不只杀了武宝宗 而且还杀了武宝宗的大儿子 然后普棍从小他就有在纪录片里面讲到 很多次就是他从小被人家欺负 然后被同学或者是被瞧不起 然后说是匪谍的后代 那比他大了一点点的比他大一些的这个大哥 可以想见就是说他从不论是当兵或者是就业 甚至于在平常的生活 在学生生涯里面有遭受多少的委屈跟屈辱 然后为什么后来会自杀 所以其实他的大哥也可以讲说是国民党杀死的 应该可以这么样肯定的讲 到时候大家就是看这个影片 影片在YouTube上面有 然后我也会贴那个连结给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转型正义委会跟导演他们非常的认真的 在整个过程里面帮助这个普棍 然后目前就是在乱藏纲里面找到的 也许还有但是目前就是找到的这个五宝中先生的这个墓碑跟遗骨 就非常可贵的就是有找到这样 然后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是普棍他的一开始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他能够找到父亲在哪里 然后甚至于说能够把父亲的遗骨就是由他自己亲手就是把他占回自己的主力 所以当那个杨翠跟他们的委员还有其他的人带着这个福棍就是来到这个乱藏纲的时候 有一幕就是真的会让人家忍不住就是流泪就是不过面对的那个墓碑然后就跪下来 那因为他就是很多年都是当那个就是国家公园的那个好像守卫吧当了三十几年 所以他的膝盖其实就是也不是太好 然后他跪下来 然后用头去碰那个墓碑 然后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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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石頭其實也不是他父親 但是 這個是他 唯一能夠去接觸到的 這麼樣靠近的一次這樣子 然後後來當然就是 整個那個 導演他們很 認真的去把這整個事情的那個 脈絡什麼的然後就是 用影片的方式去讓我們看到很多的細節 然後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普棍的後代 他的那些從還沒看過 這個阿公的這些小孩子甚至於外孫 然後甚至於孫子 他們非常正式的就是辦了一個葬礼這樣子 然後對於這些 這些後代可能他們沒有去承受到 譬如說普棍他當初的那些屈辱 可是 就是他的媳婦啊就是有非常的感慨的講了一些 就是說 儘管找到了 但是 他們所蒙受的這些委屈跟罪名 其實 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貧富 因為 他的父親死的時候 就是連那個記 因為他的母親可能不識字 所以他們 當國民黨政府 記這個相關的通知給他們的時候 其實 也沒有人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 他的母親因為 為了要養這些小孩 所以 在 就是 吳寶庄去世之後 其實 被抓 去世之後 他其實就改嫁了 所以 後面你會看到 他們甚至於在討論說 那要不要跟媽媽放在一起 的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普棍就是 後來也相當的開闊 就是 他也認為說 母親現在的 已經跟那個 就是第二個丈夫放在一起 所以 可能如果放了這個 吳寶庄就 他的爸爸的 這個 骨灰在那邊 可能也不是太適合 所以他們就是在 他們自己家族的地方 就 另外弄了一個 然後 裡面 吳寶庄他有 講到說 他夢到了那個 父親回來三次這樣子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一個一輩子 從來沒有見過 父親的人 當他能夠去 找到父親 然後把父親 帶回主裡面的那種 內心的那種激動跟感慨 然後 其實 你會想到就是說 不只他 而且還有相當多的人 有將近70位 的原住民 其實都在 這個 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當中 就是受到很大的委屈 而且一直到現在 其實還沒有得到平反 那因為很多相關的資料 可能像 譬如說像 吳寶庄這樣子的 只是一個警察 原住民部落的警察 然後 被抓走了 然後這些資料 他們會留著嗎 這個是很值得懷疑的 雖然說 轉型正義委員會跟 這個導演他們很認真的去做 但是 就是家屬所要求的 就是能夠去平反的這件事情 其實到目前為止 可能還沒有辦法做到 然後 相關的新聞稿裡面有寫到說 就是目前導演他們拍攝了15位 所以 吳寶庄的那個 這個紀錄片就是 在他們 舉辦的這個真相傷痕記憶 任務成果發表會裡面 就是其中的一部 然後這個影展也是 他們就是帶著 三位的原住民 主政治 受難前輩的紀錄片回到部落 然後有跟其他 因為 怎麼講 就是說原住民 其實我們也 平常接觸的實在是太少了 也沒什麼機會 但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 這部影片就是 可以看看 那個國民黨是怎麼樣對付一個 很平反的 的警察 然後 所留下的那個創痛啊 其實影響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 就像這個 那個 裡面雖然不棍講沒有幾次 但是 你可以知道就是像我剛才講就是 他的大哥 為什麼會自殺 其實 都跟父親所被冤枉說是匪爹 這件事情 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子很值得 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去看一下 因為這不單單只是一部電影 它是真正的 一個家族的生命跟一個家族的這個名譽 然後怎麼樣能夠透過這個影像的方式 然後就是讓大家真正的去了解 因為只有透過更多人了解這件事情 我覺得才能夠讓他們的傷痕就是得到一些被了解吧 而且得到一些平凡 好那大概就先講到這邊 我剛才真的還是有點激動 不過本來紀錄片就是這樣就是 你只要如如實實的去拍一些東西 我覺得就能夠去展現這個影像的那個力量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重視這個影像歷史的這件事情 雖然可能有一些東西可能會被人家誤用 或者是就是把它用錯別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影像這件事情還是相當重要 尤其是現在各種的器材素材就是非常容易取得 以及被紀錄的狀況下 我覺得更應該善用這個好好的這個器材 因為任何東西其實都像一把刀一樣 就是既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 所以我覺得相關的這個原住民的那個紀錄片 我會繼續的關注下去 如果有後續的話我再繼續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拜拜 這個聲音